这一节,我们学习景深 景深就是在锁条焦点前后 延伸出来的可接受的清晰范围 在对焦的过程中 虽然对焦的是某个点 但并不仅仅这个点是清晰的 而是经过这个点 且与视线垂直的一个平面都是清晰的 这个平面,我们把它叫做焦平面 左边这张照片 虽然我们对焦在眼睛上面 但并不是仅仅眼睛是清晰的 而是经过眼睛的焦平面都是清晰的 可以看到,与眼睛重处一个焦平面的手、脚都是清晰的 注意焦平面与相机视线是垂直的 看右边这张图 镜头对焦在中间这个点上 这个点所处的焦平面前方有一定的清晰范围 我们把它叫做前景深 同样,焦平面后面也有一定的清晰范围 我们把它叫做后景深 前景深加后景深共同组成了整个景深范围 景深的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是表现层次感 这里的层次主要是指虚实层次 通过虚与实的对比 同时达到了第二个作用 即突出背色主体 影响景深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光圈 光圈越小,景深越大 光圈越大,景深越小 我们看下面四张照片 是使用相同焦距的镜头拍摄的 第一张使用的是2.8的光圈 第四张使用的是22的光圈 四张照片都是对焦在眼睛上 可以看到第一张使用大光圈之后 景深很小 人物后面的背景完全虚化掉了 而第四张使用了小光圈 景深很大 背景就要清晰得多 大光圈是实现小景深 虚化效果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法 第二个因素是对焦距离 即焦点的距离 焦点越远,景深越大 焦点越近,景深越小 我们看下面五张照片 是使用相同焦距和光圈拍摄的 但是对焦距离 即焦点不一样 第一张照片只拍摄了人物的局部 在相同焦距的情况下 要获得比较小的奇景范围 距离背色对象就要更近一些 即焦点更近 而第五张照片拍摄了人物的前身 在相同焦距的情况下 要获得比较大的奇景范围 距离背色对象就要更远一些 即焦点更远 从画面效果上可以看出 在使用相同焦距和光圈的情况下 第一张照片因为焦点更近 所以景深更小 虚化效果更好 而第五张因为焦点更远 所以景深更大 虚化效果更差一些 所以如果想获得小景深虚化效果 我们应该离背色对象近一些 不要离得太远 在微距摄影中 相机离背色主体 非常近 即使光圈调得比较小 景深也不会很大 所以在拍摄微距的时候 为了保证足够的清晰度 往往需要使用很小的光圈 在拍摄大体量对象的时候 比如拍摄建筑 为了把整栋建筑拍摄下来 就必须在距离建筑比较远的地方进行拍摄 这种情况下 要获得小景深虚化效果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焦点比较远 焦点越远 景深就会越大 从而无法实现虚化效果 所以在建筑摄影中 并不追求小景深虚化效果 因为即使你想虚化也很难做到 第三个因素是镜头焦距 焦距越短 景深越大 焦距越长 景深越小 我们看下面三张照片 是使用相同光圈 同一构图拍摄的 但是镜头焦距不一样 第一张使用的是16毫米的焦距 第二张使用的是50毫米的焦距 第三张使用的是200毫米的焦距 从画面效果上可以看出 200毫米镜头的景深 比16毫米镜头的小很多 背景虚化效果更好 所以如果要追求小景深虚化效果 应该尽量使用长焦镜头 而不是广角镜头 第四个因素是 相机的图像感应器尺寸 前面我们介绍过 根据图像感应器尺寸不同 数码单反分为两类 一类是前画幅相机 另一类是非全画幅相机 相对非全画幅相机 在前画幅相机上 同一款镜头的视角更大 相同构图的情况下 距离背色对象就要更近 根据前面的介绍 焦点越近 景深越小 所以同一款镜头用于前画幅相机时 景深更小 背景虚化效果更好 第五个因素是 背景距离背色主体的远近 背景距离背色主体越远 背景的虚化效果越好 当我们要追求小景深虚化效果的时候 背景距离背色主体应该尽量远一些 此外 背景的色彩也会影响虚化效果 单一色彩的背景 虚化效果不明显 比如在影棚拍摄的时候 影棚背景往往是单一的色彩 这种情况下 追求背景虚化效果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即使使用大光圈拍摄 单色背景的虚化效果也不明显 虚与不虚都是一个颜色 所以背景的颜色一定要有变化 才能实现虚化效果 我们看左边这张照片 模特距离后面的树木有十几米远 在使用大光圈拍摄的情况下 背景就得到了很好的虚化 从而突出主体人物 再看右边这张车模照片 选择了背景距离主体比较远的角度 进行拍摄 就可以获得很好的背景虚化效果 假如背景距离主体很近 那么拍摄背景虚化效果的难度就很大 了解了影响景深的因素之后 如何来获得最小和最大的景深呢 先来看获得最小景深的方法 要获得最小景深 第一需要使用最大光圈 第二需要尽可能小的拍摄距离 离背摄主体近一些 第三需要使用最长焦距 第四背景尽可能远离背摄主体 这样就能得到最小的景深 产生非常好的背景虚化效果 这种小景深虚化效果 常用于人物、小品、花卉等摄影题材 再来看获得最大景深的方法 要获得最大景深 第一需要使用最小光圈 在实际拍摄中 很多时候不会使用最小光圈 我们前面介绍过 光圈会影响图像质量 最小光圈的图像质量往往不太好 所以应该使用比最小光圈 大一档至两档左右的光圈 比如某款镜头的最小光圈是22 为了获得最大景深 我们可以使用16或11的光圈 第二需要使用短焦距镜头 焦距越短 景深越大 在风光摄影中 经常使用短焦距镜头 以获得较大的景深 第三需要使用超焦距聚焦 注意这一点 与前面说的最小景深不同 获得最小景深 需要使用尽可能近的对焦距离 而获得最大景深 不能对焦在尽可能远的地方 应该使用超焦距聚焦 什么是超焦距聚焦呢 我们先看右下角这张图 在手动镜头最下方有光圈环 光圈环标有光圈刻度 比如这款镜头有2.8 4.0 5.6 8.0 11 16 22 这些光圈数值 中间一圈是景深标尺 在景深标尺上 同一光圈值有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最上面一圈是调焦环 上面有对焦距离刻度 目前对焦在0.7米左右的位置 了解了手动镜头构造之后 如何使用超焦距聚焦呢 为了获得某一光圈下的最大景深 我们不能把对焦环调到最远的刻度上 即无限远上 无限远的符号是倒八字形 假设现在使用的是22的光圈 可以看到景深标尺上有两个22 要获得22光圈下的最大景深 不能把无限远调到中间的对焦刻度上 而应该把它调到景深标尺右边的22上面 这样就能获得最大的景深范围 即从0.4米到无穷远 下面我们在手动镜头上演示一下超焦距聚焦 我手里是一款50毫米标准镜头 首先把光圈环调到我们所需要的光圈值上 比如调到11 现在光圈就是11了 在景深标尺上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11 要实现11光圈下的最大景深 不是把无穷远调到景深标尺中间的对焦刻度上 而是调到景深标尺右边的11上面 现在的景深范围大约在2.6米到无穷远之间 这样就实现了11光圈下的最大景深范围 当前的对焦距离大约在5米左右 这就是超焦距聚焦 不同镜头的超焦距对焦距离 可以通过查表获得 我们先来看左边的表格 比如24毫米的镜头 使用8.0的光圈 它的超焦距对焦距离在2.42米 也就是24毫米的镜头 使用8.0的光圈 对焦在2.42米的时候 可以获得8.0光圈下的最大景深范围 同一款镜头用在前画幅相机和非前画幅相机上 它的超焦距对焦距离是不相同的 我们可以看到同一款24毫米的镜头 在非前画幅相机上 使用8.0的光圈 它的超焦距对焦距离在3.62米 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来计算景深和超焦距对焦距离 常用的软件是景深计算器 打开这个软件之后 首先要选择相机型号 是全画幅相机还是非全画幅相机 接着选择镜头的光圈和焦距 再设置物据 物据就是对焦距离 当设置好这些参数之后 点击计算按钮 下面就会出现景深数据 为了更直观的显示景深 可以点击图解按钮 这样就会进入另一个界面 从图解界面中可以看到 40毫米的镜头 使用2.8的光圈 对焦在5米的情况下 它的景深范围是1.7米左右 对焦点之前0.71米 和对焦点之后0.99米的范围内 都是清晰的 使用2.8光圈时的超焦距对焦距离 为30.1米 景深范围从15.05米到无穷远 这就是景深计算器的使用方法 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这个软件 来计算景深 很多自动镜头没有景深标尺 在拍摄的过程中 也不可能随时使用软件来计算景深 那么在实际拍摄中 如何进行对焦来获得最大的景深呢? 一般的做法是对焦在拍摄范围前1分之1左右的位置 这样就能获得一个比较大的景深 比如下面这张照片 我们不能对焦在画面中最远的地方 比如对焦在远处的山头上 而应该对焦在画面下方1分之1的位置 我们可以把对焦点对焦在中间的建筑上 同时使用一个比较小的光圈 这样就能获得最大的景深范围 如果对焦在最远处的山头上 近处的建筑和树木就会不清晰 这就是获得最大景深的一个窍门 另外还有一种获得最大景深的方法 可以把相机固定在三角架上面 分别对焦在前、中、后三个位置拍摄三张照片 然后通过软件进行景深合成 这样就能获得更大的景深范围 具体方法第三张会介绍 在取景的过程中 无论光圈设为多少 自动镜头使用的都是最大光圈 只有在曝光的时候光圈才会缩小 也就是在取景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最大光圈的景深效果 与最终成像的景深效果是不相同的 如果想在曝光之前就预览最终的景深效果 我们可以通过按景深预览按钮来实现 景深预览按钮的作用是 在最终曝光之前使光圈缩小 以便于观察最终的景深效果 按下景深预览按钮的时候 因为光圈缩小了 所以从起景去观察 画面会比原先的暗一些 实际拍摄中 景深预览使用的很少 因为拍摄完之后 可以立刻从液晶屏上 看到最终的画面效果 如果觉得景深不够大 可以缩小光圈重新拍摄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景深预览按钮的使用方法 当前我们使用的光圈是E13 从镜头前面可以看到光圈是前开的 按一下景深预览按钮 即相机下面这个按钮 可以看到中间的圆孔缩小了 这个圆孔就是光圈 景深预览按钮的作用就是在曝光之前 预览光圈缩小后的最终景深效果 本节练习作业 第一个是大光圈小景深练习 大家可以自由组织到户外拍摄人像 着重转握如何使用大光圈拍摄小景深效果 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有两点要说明一下 第一是如何判断画面的好坏 第二是人像摄影的景别 一张照片拍摄出来之后 我们如何来判断它的好坏呢 纽约摄影学院总结了三条原则 第一条 一张好的照片首先要有主题 比如同学组织户外人像拍摄 可以表现青春 美丽 友情等主题 第二条 一张好的照片要有一个吸引人的主体 人像摄影中 被摄对象的形象特征 对画面起节定性作用 如果模特的形象比较好 或比较有特点 就容易拍出吸引观众注意的画面 第三条 画面尽量简洁 怎么做到画面简洁呢 关键是要避开影响主体的对象 比如拍摄人像 假设人物后面有垃圾桶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拍摄角度 来避开垃圾桶 把垃圾桶排除在画面之外 或通过主体人物遮挡后面的垃圾桶 总之 我们要尽量避开影响主体突出的对象 摄影是一种减法 我们需要把复杂环境中对主体没有帮助的对象去除掉 从而突出主体 第二个注意事项 是人像摄影的景别 人像摄影的景别有远景人像 前身人像 大半身 半身 头像 局部特写等景别 远景人像以表现景物为主 人物在画面中占的面积比较小 比如左边这张照片 前身人像 以表现人物为主 人物在画面中占的面积比较大 大半身人像 一般切在大腿的中间位置 很少切在膝盖和小腿上 半身人像 一般切在腰部 拍摄半身人像的时候 手臂最好完全出现在画面中 不要切在下臂或手腕上 头像一般切在胸的上方 局部特写可拍摄眼睛 口 手 等感兴趣的局部 在取景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画面的完整性 千万不要切得太随意 不能切在关节的位置 比如手关节 膝盖关节 肘关节等部位 切手一般切在上臂中间 切腿一般切在大腿中间 第二个是小光圈 大紧身练习 大家可以拍摄风光 为了获取最大紧身 应该使用小光圈 对焦在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位置 比如右边这张照片 对焦的位置是下方三分之一的水面区域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对焦的位置是下方三分之一的水面区域